熊二的小被子 真快啊 若眼近冬天到了 天气转凉了 继续打扫卫生 这个熊二 爱得说了多少次了 不要乱扔垃圾 就是不听 这又把啥扔到床上了 这啥呀 一床就被子 哎呀 好难闻哪 啥垃圾都往床上扔 咋说都不听 真是 不行 这些垃圾得赶紧扔掉 这个熊二啊 等会儿一定要好好说说它才行 上午刚拿出来的被子咋不见了 这哪儿去了 哪儿去了呀 记得是放在床上的呀 这儿也没有 哪儿到在这儿 这儿也没有 这去哪儿了呀这是 熊二 熊二开饭了 这 这 这 熊二 熊二你说你干啥呢 俺今天才收拾好的屋子 你又弄得乱七八糟的 谁 熊大 你收拾屋子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俺的小被子呀 小被子 是那床上面打了几个补丁的小被子 对对对对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那床被子呀 在哪儿呀 俺扔了 那种垃圾留着干嘛呀 熊二 俺都说过多少次了 你不要把垃圾都堆在虫上 是不是 那他不是傻垃圾呢 那傻最厉害的小被子 熊大 讨厌你 熊二 你该回来 俺为了咱们家都辛苦一天了 你说你不方邦就算了 还捣乱闹脾气 该回来 把屋子收拾了 快点 不用 俺讨厌你 还要找回俺的小被子 你 你走了就不要回来了 哎哟 又得重新收拾了 熊大真的 啥都忘了 咋这么冷呀 跑一跑 跑一跑 俺就不冷了 哎呀 跑一跑 跑一跑 哎呀 哎呀 哎 熊二 你大半夜的不睡觉 到底要干嘛嘛 熊大 好冷呀 啊 来来来来 过来 挤一挤吧 说不定可以暖和些 来 哎 熊大你太好了 就知道熊大最疼啊了 好暖和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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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腰啊 凶 好疼呀 啊 哎 算了 天气变得这么暖和了呀 好吃的 大苹果 好疼呀 行了 熊二 熊二 来 快起来吃点东西吧 好 这小辈子是哪儿来的呀 这是俺昨晚给你吃的 你不是总觉得冷吗 这样晚上睡觉不就够冷了吗 熊二 谢谢你 俺好喜欢 好喜欢这床小辈子呀 以后俺要一直盖着它 不行 俺一定要找回俺的小辈子 哎呀 这个熊二啊 你说找啥小辈子嘛 哎 那辈子不是俺很多年前知的吗 这么久了还这么宝贝 哎呀 这个熊二啊 小辈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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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辈子 小辈子 你在那儿呀 爱的小辈子 哈哈 吃辈子用的乌辣草 终于给俺找到了 冬天一到 天气马上变冷了 摘完苹果马上回家 啊 努力奋斗 努力奋斗 好在不痛 这是什么 里面有东西啊 这个东西真像小时候 妈妈做给我那床小辈子 连味道都那么像 我好喜欢呀 带回家去吧 有了一整晚 还是没找到俺的小辈子 你究竟在哪儿呀 哎呀 光头墙 哎呀 那不是俺的小辈子吗 哎呀 光头墙 你是熊二 你想干什么 我可没有砍树啊 光头墙 你能不能 把俺的小辈子还给俺呀 小辈子 就是你放在筐里的小辈子 不行 这床小辈子是我强搁的 啥 你咋可以抢人家的东西呢 我哪有墙 这是我强哥捡到的 你扔了就代表你不要了 可是 看 鲨鱼 啥 哪有鲨鱼呀 瘦到了 哎呀 你别跑 那是俺最喜欢的被子 光头墙你就还给俺吧 我还 他是我强哥的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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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还给俺吧 俺没了他可不行啊 光头墙 不给 说什么都不给 光头墙 好累呀 救命呀 这 这是熊二的声音 熊二 你这是怎么了 嗯 青睿 找了叶的被子 儿实在是太快了 就不小心판倒了 嗯 我拉你起来 过头前安想到了 既然那床被子你不肯还给安 那你就送给安吧 如果你不送给安 那你就赖在这儿不走了 你爱走不走 反正我可是要回家了 是 光头强 熊儿 你这是做什么呀 快放手 就是不放 放手 不放 放手啊 不放 放开 老头强 不许欺负熊儿 不放吗 给安倍 熊儿别怕 安来了 光头强 不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救命啊 熊大 熊大你误会了 事情是这样的 原来是这样 光头强 对不起了啊 刚刚太冲动了 对了熊儿 我又重新给你治了一床小被子 给 太谢谢你了 不过 不过 咋了 不过 还是想要原来那床小被子 对了 光头强 什么事啊 光头强 拿新被子给你换 新的换旧的 成交 你这是干啥呀 用新被子换旧被子 旧被子上的每一个补丁都是熊大对岸的关系 有了这些关系冬天就不冷了 熊儿 傻弟弟 哥哥照顾弟弟是应该的吗 好感人哪 我突然好想我妈妈 妈妈 我想你 冬天的第一场雪 我说急急忙忙 你们能不能认真点啊 你们以为拿着一片树叶挡着脸 我就看不到你们了吗 不啊 你们还真以为自己能隐身啊 这都被你发现了 不好玩不好玩 朋友呀 你快想个新游戏吧 有了 不如我们去踢足球吧 踢足球 这个主意不错 可是我们才三个人 怎么踢啊 不是还有熊大熊儿他们吗 熊大熊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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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踢足球吧 本王任命你们为我的左右前锋 是不是很荣幸啊 你们这什么态度啊 入冬以来啊 咱们这儿就一直没下过雪 俺真的好想看雪啊 好想蹲雪这儿 打雪仗呀 下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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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搞定了 哎呀 哎呀 怎 怎么回事 我的头啊 讨厌的木头 李老板天天逼着我加班就算了 就连你们也欺负我 我的腰啊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我要罢工 不砍树要去干什么呢 如果下雪就好了 这样我就可以出去花雪了 算了 还是去睡觉吧 哎 王栋强 是李老板呢 这么烂色 是不是又在偷懒呢 哪哪哪哪哪有啊 不要解释了 你居然敢偷懒 这个月任务加倍 要是玩不成 你就别想拿工资 这个李老板 非说我偷懒 不就是想让我加班吗 唉 这下叫也没得睡了 哎呀 兄弟 好无聊呀 是啊 如果能下雪该多好啊 那咱们就可以打雪仗了 你听 熊二 接球 熊二 熊二 你没事吧 熊二 熊大熊二 你们玩得也太不专心了吧 就是 就是 不要说话 你们听 不好 这 这是砍树的声音 是光头墙 果然是它 这个光头墙 熊二 快起来干活了 光头墙又在砍树 咱们快去阻止它 哦 九颗了 再来一颗 新年的任务就完成了 哈哈哈哈 这个光头墙 大口熊 大口熊 怎么又是你们 光头墙 光头墙 你居然砍了这么多的树 大口熊 快放开我 放开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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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啊 啊 下雪了 太好了 下雪了 太好了 就是人 大雪仗了 下雪了 好久没有看到雪了 下雪真美啊 哈哈 再下他一点吧 再拿一点就可以花雪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哈哈 哎 雪越来越小了 不用呀 还想对象人大雪仗啊你 不要停 不要停呀 不要 不要啊 怎么这么快就停了 底上一点雪都没有 让我滚个雪球玩也好呀 呀 雪 雪 哈哈哈 哈哈哈 那是我的 光头强 那是俺们的 嘿嘿嘿嘿嘿 别跑 嘿嘿嘿 是我的啦 谁都别跟我抢 熊二 上 两个队一个 我明显不占上风啊 不行 我得想个办法 我一定要得到这些血 熊大熊二啊 我们这样对峙下去不是办法 不如这样 我们比赛 谁赢了就能得到那堆血 怎么样 好 就这样 熊大 加油 大狗熊 让你们尝尝我强哥的厉害 光头强的脚 比俺的脚还臭呢 熊二 熊二 光头强 看你干的好事 熊二 熊二 加油 熊二 熊二 太棒了熊二 也赢了 咱赢了 咱赢了 他冒烟了 我们的比赛是三局两胜 你才赢了一局 所以这些血还不是你们的 你啥时候说的三局两胜啊 我早就说了 你们没听到 总之现在这些血还不是你们的 我们还要再比 你帅赖 网球可是强个我的强项 大狗熊 你们输定了 网头墙 接球 大狗熊 小红狗动 你们还嫩着呢 网头墙居然这么厉害 咱们要赢了 熊儿 咱们去玩雪吧 好 走 不公平 冬天哪来的西瓜啊 那雪是我的 谁也抢不走 不许碰我的小雪盾 没水过了 我们的雪队 雪队 雪队 熊大哥 熊大爷 我不是故意的 等等 不要打脸 不要打脸呀 偷天换日 光头枪 书彩呢 李老板 不错嘛 还知道我是老板呢 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大概 九点左右吧 知道了 还不快去看书 好 好冷啊 还是回去睡会吧 不行 快到月底了 要是完不成任务的话 看来我是要豁出去了 肥沫 跟我一起出去 肥沫 别跑 给我回来 真倒霉 石头剪刀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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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没吃的了 习惯 俺记得这儿有好多果子的呀 咋现在没了 这样的天气 根本没法砍树嘛 这个月的产量 又打不了标了 又催产量来了 怎么办 怎么办呢 狂头强 我就知道你在家里偷懒 没去砍树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砍了 我砍了 怎么可能还没出去砍树呢 我都砍了半车了 现在回家吃个饭 那还差不多 要是你怕冷没出门 我不光要你身体感到冷 还要你的心更冷 别别别 我这还忙着呢 李老板 您等我电话 晚上我就给您送到 好不好 这个月几乎没砍过树 今晚怎么可能凑够树嘛 这下好了 除非偷天唤日 要不然肯定交不了货的 偷天唤日 有了 我真是太聪明了 这都被我想到了 这下可以一甲乱针 骗过李老板了吧 没有 没有 没有啊 好饿啊 不如去光头墙家找吃的吧 不行 知道了 也就是说说而已 对了 我们可以帮光头墙做事来换吃的呀 出来砍树 咋样啊 兄弟 那也行 顺便看看他有没有砍树 那我们快去 我们是来做事的 可以光明正大的进去 哎呀 那也要先侦察呀 老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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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做多点 有法怪 熊儿 咱们跟上去看看 谁 知道了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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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儿 我都想不知道下手又砍树了 什么 砍树 你 你们 保护森林 熊儿熊儿要责 什么 你们这是什么话 这一次我可没砍树 你们喊树 什么保护森林啊 是这样吗 我 我 我不会怕你们的 真的不怕 不要 不要再过来了 要不然 要不然咋样呀 不是啊 我真没砍树啊 该说你没砍 不要啊 我真没砍 砍这么多的树 你 我真的没砍 那些树都是假的呀 该说 假的 我该说你 嗯 没木头的味道 哎 哎 真的不是木头啊 你别 啊 熊儿大 你干啥啊你 我好不容易做成了木头啊 你做了啥呀 按着是确认一下 是不是都是假木头啊 现在你们信了吧 我真没砍树 这大冷天的 怎么出去砍树啊 因为今晚要交货 所以我只好伪造足够的木头 然后拍照发给李老板 等送货的时候 故意把汽车开到冰河里 这个月就应该能混过去了 哼 熊大 光头墙造假虽然不对 但这样做 他是不是就不用砍真数了 啊 没错 可惜 数量远远不达漂啊 有了 熊儿 看光头墙这么可怜 咱们就帮帮他吧 走 哎 要不你们留下来帮帮我吧 真是事态炎凉啊 你们 你们是来帮我的吗 太好了 我一起来帮我吧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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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洋的湖湖 看起来很模糊 人处山坡有几棵山 是几年冬年轻我没记住 青草香 江波田 合着露 睡草着树 拍几头 肩甲鸡 加快我长大的脚步 冲头烧 放着鸽 要有风风吹大雨 冷了海 冷冷静 要还有点小苦 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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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冷啊 冷冲 好久 呀 吓我一跳 嘻哧 这么晚了 赶紧拍照 嘿嘿嘿嘿 发送 李老板 喂 李老板 我丽某果然没有看错人呐 你干得不错 这个月就给你加工资吧 你知道的 我这个人最讨厌弄虚作假 刚才公司有个员工 伪造了一车的木头 然后装成车祸的样子 把假货找到河里 想销毁证据 还好被我查出来了 还惩罚了他 让他赔我 我个样的工资 总之 你快点把木头送过来 听到了吗 怎么办怎么办呢 看来这次是瞒不过李老板了 要不趁熊大熊要睡着了 去看真的木头得了 连雪都停了 真是天赐良妻啊 睡得好舒服啊 熊大一睡醒觉肚子就饿了 咱们可不能白忙活了 去找光头强 让他给咱们做吃的 太好了 光头强哪儿去了 要不咱们去找找 光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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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头强呀 光头强 咱们给咱们做饭吃的呀 光头强 这光头强哪儿去了 Тк 那由小熊熊打扰 还说就是爽 以后就这么骗它们得了 光头强 我误会 误会啊 你敢骗吧 你敢骗他们 你们听我解释 听我解释啊 不用解释了 广东强 丛林低势 这都是些什么节目啊 近日 动物保护志愿者们 协助警方 从地下养殖场 解救了很多只熊 警方将这些被解救的熊 送交给动物园照料 但是 我镇动物园 却因为少有人参观 收入惨淡 为动物们购买粮食的资金 极为缺乏 现在 熊们虽然已经被解救出来了 但仍然经常挨饿 眼看着就要入洞了 这些熊的过冬粮食 还没有着落 我们强烈呼吁爱心人士 能够伸出援手 帮帮这些可怜的动物 这些熊可真是不幸 好不容易被解救出来 又要饿肚子 熊大 他们实在太可怜了 你看连苹果糊都坏了呀 咱们的同胞 过得都是些傻日子呀 他们每天有这么多吃的 他们连吃都吃不饱 看看我们狗熊领这两头熊 都胖成什么样了 他懂啥 咱们这叫强壮 熊二 咱们先回去吧 哦 肚子好疼啊 厕所 厕所 好累啊 二十根香蕉 却让本王一个人吃了 哎呦 肚子好撑啊 还有这么远的路再到家呀 走不通了 姐姐 你咋了 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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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王吃得太撑 走不通了 你能不能送本王回家呀 姐姐 电视上说 动物园里的熊都吃不上饭了 你以后呀 可不能这么浪费了哈 知道了 知道了 嗯 走吧 熊二 你真好 回头啊 本王把吃不掉的香蕉 都分你一份 哎呦 哎呦 咋才能帮助动物园里 那些可怜的熊呢 哎 哎 兔兔 你咋的了 熊啊 我刚才飞着飞着 不小心撞到了大树 哦 翅膀受伤了 只能走路回家 可是 可是照我这个速度 走到家 恐怕也得明天晚上了 哎呀 兔兔你别担心 我送你回家 啊 真的吗 太谢谢你了 熊啊 你真好 等我伤养好了 我给你摘 好多好多的果子吃 哎呀 别客气 别客气 送完你啊 我正好也顺路回家嘛 你就当搭俺个顺风车 哎 顺风车 眼看着就要入冬了 这些熊的过冬粮食 还没有着落 我们强烈呼吁爱心人士 能够伸出援手 帮帮这些可怜的动物 熊儿 你真好 回头啊 本王把吃不掉的香蕉 都分你一份 我给你摘 好多好多的果子吃 哎 哎 有主意了 哎 熊儿 你慢点 慢点 熊儿 你叫俺们来 就是看这个 没错 嘿嘿嘿 看俺的丛林低事 丛林低事 什么意思 嘿嘿 给 拿好了 嘿嘿 一人一个喇叭 大家要是想去哪儿了 又不想走路了 就按这个喇叭 俺随时来接送 嘿嘿 哦 就好 不过 俺还是先告诉大家一声 送完大家以后呢 请大家给俺水果之类的食物 作为交换 有点意思 那我们先走了 那就留着试试吧 熊儿 丛林里的食物 足够咱俩吃了 你这是干啥呀 嗯 其实啊 谢谢啊 呃 声音声闷了 俺先走了 嘿嘿嘿嘿 呃 呃 这个熊儿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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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嗯 怎么这么慢呢 本王按喇叭按得手都酸了 不好意思哈 嘿嘿 哎 姐姐 你要去哪儿呀 哦 嗯 本王要去东边的山上 快点啊 嗯 本王赶时间呢 好嘞 呃 嘿嘿嘿嘿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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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王是很大方的 看在你这么轻快的份上 本王这次要给你小费 小 小费 小费就是 又一个香蕉 奇迹 你也太小气了 今天来来会会跑得这么远 你总共就给了二三个香蕉呀 你居然敢说本王小气 本王还不稀罕做了呢 这是什么 熊二 今天一天的收获 就只有几根香蕉而已 快快快熊二 我摔过头了 拜托你送我去图图那儿吧 没问题 快上来吧 这个喇叭原来是召唤熊二用的 留着吧 兴趣有用 忙了一天了 就这么点收获 又有声音了 希望这一次啊 俺能多收到一点食物 感觉前面不远就到了 喇叭声是从光头墙加出来的 这不过又是光头墙的陷阱吧 俺可都上过他好几次到了 要不还是酸凉 哎呀 疼啊疼啊疼啊 这熊二怎么还不来啊 好疼啊 哎呀受不了了 哎呀好疼啊 熊二你终于来 我呢 你这是 好疼啊 叔 你们想耍啥花样 没有啊 熊二光头墙好像食物中毒了 你快帮帮他吧 我刚才在草丛里捡到了能召唤你的喇叭 一回来就看到光头墙这样了 现在只有你能救他了 好疼啊 好害怕呀 还嗯 嗯 熊二 我们真的没有耍花样 嗯 我是扳不动他 所以才想叫你来把光头墙送到镇上的距 attacker 哎呀 要去檢查 檢查哈 您 真的病了 熊二 快救人啦 快快快 俺的车在外面您 就只有这么一点 辛苦了一天 才只有这点收获 眼看天气越来越冷了 这可咋办呀 睡得可真舒服呀 熊二 你可回来了 这一天都跑哪去了 熊二 别担心了 俺俩过冬的口粮 现在可是很充足的 你看 对了 那可是过冬的粮食啊 熊二 你干嘛嘛 你别这样啊 熊大 你放手 放手 你到底要干嘛嘛 熊大 这是想 熊大熊二 熊大熊二 熊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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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想请你帮俺个忙 你能不能把这些水果 全都送到镇上的动物园去呀 动物园 我镇动物园却因为少有人参观 收入惨淡 为动物们购买粮食的资金极为缺乏 哦 原来这就是熊二收集那么多水果的原因呢 爱想把这些吃的东西 都送给动物园里的那几头熊 让他们也能像俺和熊大一样 吃得宝宝的 长得圆圆的 不再过苦日子了 放心吧 这个忙我强哥一定帮你 熊大 熊二 好样的 明天 俺也要加入你的丛林敌社 太好了